大家好,歡迎收聽政鄉報,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20年4月24日,這裡有我在新西蘭疑德台洋,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在澳洲的鎮皮斯 嘿嘿,你好 大家好,在節目開始之前,剛聽就給個like,可以分享給朋友,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旁邊的小鈴鐺,有閃接我通知你 繼續撞大中立無勢力量和宣揚理性的聲音 這節今天我們就跟大家討論一個話題 現在在微博、各大社交媒體都在封存著一幅相關於馬克思 我先給大家看看 關於馬克思說過一句話 說而已,有人這樣傳,就是整個圖 但這些圖全部都是一種網上造謠的方式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在西人社會已經傳了很多很久了 基本上就是假的quotes,missquotes和falsequotes 要是missattributed quotes 全部都是亂說的 說某些人說過什麼說話 砌出來的 砌出來的 是亂說的 下午就造成很多人廣傳都變得 周圍也是 我自己有打開新郎微博 搞不搞就看到這張照片 有人回帖就貼這張照片出來 說馬克思說過 人類出現瘟疫大流行 資本主義就暴露出種種的弊端 社會主義必定取代資本主義 說瘟疫是資本主義的喪中 不是真的有人相信嗎?說真的 你可以看一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就是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還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它有2009年版的 還有一本叫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它有50卷版本的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在它的著作 是經常都會用瘟疫和喪中之類的表述 就說這個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 必然替代資本主義的趨勢結合起來研究 哈哈哈哈 是的 關於瘟疫這個樣子 馬克思恩格斯更多 用比喻的手法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及資本主義制度的進行批判 在這本《國民經濟批判大綱》 和1848年至1850年翻西階級鬥爭 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 他們將資本主義商業危機的比較大瘟疫 在1844年的《經濟哲學》手稿裏面 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中 他們將它異化勞動給了一種瘟疫 另外在共產黨宣言之中 他們也批判了反動的社會主義 以及資產階級後問把社會主義被作為瘟疫 另外在共產黨宣言之中 他們也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視為一種瘟疫 藉此展現資本主義對生產過程的災難 恩格斯在杜林辯論的時候也說過 克格爾瘟疫的表述 此外馬克思恩格斯也在著作中論述了 愛爾蘭德國發生的瘟疫 恩 關於喪中是什麼呢?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 資本主義私有制 工人為爭取自身權利而進行的鬥爭 資產階級的扶紐、統治和社會主義的傳播 等為資本主義敲響了喪中 真是兩回事 他將它陷在一起 就是那個人作這張照片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的第一卷 論住宅問題和另一半 在1887年第二版的罪言中 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將資本主義私有制敲響喪中 另外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工資價格和利潤 這另一篇文中 他們認為工人為爭取自身權利 而與資本主義進行鬥爭 而與資本家進行鬥爭 因格斯認為資產階級的扶紐統治為自己敲響喪中 還有一點 就在這篇 社會主義從空想讀科學發展這篇文中 在這篇文中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 社會主義的傳播為資本主義敲響喪中 另外恩格斯在佛爾巴、克和德國的古典哲學的終結 這一篇文中 認為辯證法在哲學領域向舊營以上學敲響喪中 大約在這幾篇文中 剛才提及過幾篇文中提及過喪中的兩個字 那講瘟疫 其實共產黨宣言有沒有講瘟疫呢? 其實都是有的 那他有一段就這樣說 在危機期間 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很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 他不是講真的瘟疫的 他是說生產過剩的瘟疫 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一時野蠻的狀態 彷彿是一次飢荒 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 令到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 彷彿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 這個是什麼緣故呢? 因為社會上文明過渡 生活資料太多 工業和商業太發達 他是這樣說的 另外一段說到這個瘟疫 共產黨宣言說的另一個瘟疫就是 真正的社會主義像瘟疫一樣流行起來了 他是沒有真的說瘟疫是資本主義的喪鐘 共產黨宣言都沒有說這件事情 有些人是作得很厲害的 我覺得 你全世界的無產者要聯合起來 但是不需要說謊話 不需要說謊話 作東西 我也同意全世界的無產者應該聯合起來 因為嚴格來說 我也是一個無產階級 我副資產階級 現在這次會製造很多無產階級 副家產 像王子華說的 沒錯 不要緊 人不死就可以了 人不死就可以繼續生活下去 這樣說 造謠是很可惡的 其實這件事情是最初在西方世界流行的 他就是亂引用 就是亂引用 有一個 也經常引用的就是 金錢是萬惡 金錢是萬惡之根 有人經常說這句話 在西方社會 在華人世界都有的 這句話本來從哪裡來的 我舉個例子 他是怎樣亂引用的 這句話本來是在聖經的提摩太前書那裡來的 那裡就是 《聖經提摩太前書》六章第十節 他講什麼呢 就是貪財是萬惡之根 有人貪戀錢財 就被引有 來了真道 用許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 這樣說的 那 他只抽了第一句 那他第一句 就把貪財 變成了金錢 嗯 其實我們都沒有說過 其實有些人說我們扮清高 這個要澄清一次 說扮清高 我們從來都沒有承認 沒有承認過我們自己清高 我們沒有說自己清高 我們說的 我們說的就是 如果你做一件事 你應合你的報酬 你是應該拿的 這個從來都是我們的說法 問題是 貪財是不好嘛 是不是 貪是拿一些 和你本身自己付出不合不成的比例 就是譬如你做十元價值的東西 你要拿別人一百元 那這些就為之貪財了 那你做十元的東西 拿回別人十元 那是正路的 是啊 就是你貪是不好的 我們說 還有 有些人是利欲分心的嘛 是不是 是啊 很明顯的 是不是 就是有些事情做開了 就是你欲分心度是攻擊其他人 食著想 是不是 不必要這樣做 我覺得 是不是 就是你 你胡說的 就是其實是上網來的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有做這樣的事情 那剛才舉了一個例子 那其實是還有其他的 那其他的我自己知道 就 經常都 有一個經常說的 是胡說的 就是愛因斯坦 就是說這個福利呢 是全個宇宙最厲害的力量來的 是愛因斯坦說的 有人說 是啊 整天都寫的 整天post的 但是愛因斯坦沒有說過這句話 根本不知道哪裡來的 這可能是一些宣傳策略來的 譬如他要宣傳他那一檔東西 就是那一檔投資課程 那些人就貼一個人下去 就當是他 其實很慘 我發現很多過了新的那些名人 在社會上有很驚人的成就 過去曾經有過很驚人的成就的人 到最後被人拿來造謠 是啊 是啊 還有一個就是 揭發信 就是美國應該是第二 Thomas Jefferson 是不是第二個總統 沒有記錯的話 是 沒有記錯的話 是 他講什麼呢 就是說 有良知的人 如果沉默的話 就會令到強權 可以打倒全部人 就是有人講這句話 之類的說話 他是英文說的 是啊 但是 其實他是沒有說過的 哈哈哈哈 難怪 難怪我們 我們經常沒有說過的 都被人 召喚到我們有說過 現在才知道怎樣 是啊 其實是亂來的 亂說的 有些人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今早有人說 我說髒話 我是說小李老寶 但是其實我真的沒有說髒話 因為如果我說髒話 是會 就是 真BG和家產 是會停止 要我們再錄過的 是啊 我好嫌 我是 有時是台洋 有時就是 我是 這個叫做 錄音手 不是我是歌手 我是錄手 其實就是 會 還有我們之前 為什麼有時候節目 會遲些上 是因為 其實我們是 有少少犯錯 就少了自己無限次 之後 就繼續認認真真地上 有時我們好像 一開始很搞事 但是 並非大家想到 這麼兒戲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想著 做社會工作 都是要認真些 我們的 嘻笑老馬 其實都是 怎麼說呢 都是另外一種風格 但是 內容上 我們盡量 我不敢說 百分之一百 我們都是 盡量做到 盡善盡美 尤其是 我都說過 其實我是一個 極度完美主義者 所以 有少少 以前我對自己 就真的很苛刻 有少少做不好 我都會 我都會 自責得很久 所以 我很不幸 將這份苛刻 帶來盲響 不要緊 這個 不是一件壞事 其實 你會留意到 現在 你會在網上 看到很多制圖 通常是怎樣 就是一個名人的照片 然後就一句說話 然後就寫 他什麼時候說的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我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在網上看到的東西 盡量不要這樣就信了 就是 是很慘的 就是我們這些 見得多這些謠言的人 我們很反感 就是 亂講的東西 是很反感的 但是當然有人 就是 用這些謠言 或者造謠來 污衊我們 其實有很多這些人 其實大家有沒有聽過 奧斯卡王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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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很多說話 是被人亂 亂講的 其實愛因斯坦 也是 愛因斯坦 說有兩個東西 是無極限的 就是宇宙 第一就是宇宙 第二就是人類的愚蠢 但是其實他沒有說過 他沒有說過 很有趣的 從過去的那些 這些傳言謠言底下 你發現一件事 你要別人信 信一句謠言 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要放一個名人在底下 最好死了的名人 讓他不能彈起來 罵他的名人 沒得闢謠 沒得闢謠 就是我們不行了 我們還沒死 我們呢 我們的說話 有時候都不夠死人 那麼硬正 還說個謊 都不夠人家 我們說真話 那麼容易 沒辦法 因為習非成事 這個社會很多時候都是 還有一個王爾德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 有兩個老婆 就是 一個老婆太多了 有一個老婆的話 都是一樣 其實這句說話 英文說的 意思是挺有趣的 但是 不是王爾德說的 但是也都是不斷告訴他 其實我們跟朋友聊天 跟新人朋友聊天 經常都會說這句說話 其實大家都是老婆老 很辛苦 就會說 其實老婆都是很煩 不過沒有辦法 這節不會被老婆聽到 可能聽錯 但是 是經常都說這句說話的 當然有很多人會說 是Oscar Weil說的 其實我自己查過 別人講完之後 跟我講完之後 我查過 當然不是 他的原文是這麼說 Briamy is having a wife too many Monogamy is having the same 就是 其實你無論有幾個老婆 都是一個太多了 哈哈哈哈 他的意思是這樣 明白 但是 你有很多事情是習非成事 到底怎麼樣 大家都信以為真的 比如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 華盛頓 他經常都說 有人說 我說他 我是從來都不說謊 的 因為我砍了一棵櫻桃樹 櫻桃樹 櫻桃樹 哈哈哈哈 但是 我告訴大家 這個本身都是 其實華盛頓沒有說過 現在有些歷史學家查 好像沒有砍樹 不知道 好像沒有 是啊 而且砍樹這件事 也不是他親口說的 是否被陳淑莊斬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如果 真偏師他自己有去摘車梨子 是 那通常一棵櫻桃樹有多大呢 那些櫻桃樹 很小 因為現在他的種 你想想 他是做到 那些高大一點的西人 根本不需要摘 所以其實就是 兩米 多 應該不只 三米 多 三米 那他寬的話 其實是兩個人 窄窄到 那其實 我想 不是很高的 不高 不是很高 但是 中間粗不粗呢 那條棍 就是 煮桿粗不粗呢 算是灌木吧 是吧 其實如果有些人 手瓜多大 都粗 粗 那個 那個 那條棍 沒錯 所以 原來是這樣 其實 但是 因為我自己在這裏見過 車梨子樹 就一定要用那些 cherry picker 才可以 拔得到 就是 你們那些 不是 我們很多 是矮一點的人 就要擔提 不矮一點的 那些西人 可以就這樣 但是他教大家一些 其實你是不可以 整支這樣拔的 你只要在他的 那個 摺口裡拔的 不然就會死 明年就出不了 那些cherry 哦 這樣 但是 就是在 當時 據我的了解 就是 櫻桃樹 並不是現在 這麼小棵 哦 當然不是 因為他經過了 多年會改良的 是啊 其實就是 等於很多的 果樹 其實就是為了方便 別人去摘的 一個小朋友 怎麼可能 拿個斧頭 就斬了一棵樹 你想到 也想到 不可能 其實那些故事 現在說出來 很多都是作的 嗯 難道 阿斬樹莊 穿越了去幫助華盛頓 哈哈哈哈 這樣就不知道 拿電句去幫他 不會 是啊 總之 所有事情 就是在網上看到的相片 看到的相片 看到的說話 最好 最好 就不要相信 要有懷疑態度 然後你再去求證 究竟是不是真的 這樣為之 那就安全了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 在現今這麼繁忙的社會 你說要全部求證 那 那真的很花時間 那你倒不如就不要相信了 你聽了 就相信一成 你可以信住一成 九成不相信他 那都 叫做知道一件事 是吧 嗯 起碼不會 那些陷阱 就算 無論 那個謠言 有害 沒有害也好 總之 假的東西 你相信 沒有意思 對自己有沒有幫助的 嗯 我們這次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